哈囉 我在路邊 很久沒有體驗這種感覺了 因為真的跟所有的粉絲還有媒體很久不見了 大家好 哈囉 哇 我一直不斷的想要看妳的眼睛 因為我覺得妳眼睛真的很漂亮 中中有神 而且有水潤對不對 我覺得妳自己 妳有自己的那個獨特的一個秘密武器 但是我覺得妳平常都這麼忙碌啊 對於這個眼睛的部分的話 今天那難得的盛惠 要跟我們說一下 妳怎麼樣來照顧她 對 眼睛是每個人的靈魂之窗啦 我覺得 尤其做藝人更是 要保護好眼睛 因為其實我們常常工作 是超過24個小時 對 而且我覺得我們是在鏡頭前 然後有強烈的燈光之下 還要保持眼睛就是 很 要有神以外 還要散發魅力 其實我覺得那其實是真的很考驗 那 我從國小開始就近視了 是 然後我又 近視而同 而且加上我又沒有雷射我的近視眼 所以這時候隱形眼鏡就很重要 是 非常多人就問我為什麼這麼耐 我拍戲所有的演員都問我說 為什麼我戴隱形眼鏡戴這麼久 我就 就是有時候很難那個 跟他們講太長 我就會說喔健身的 但其實不是 這真的是需要用到很好的產品 然後 我覺得還要很懂得 選擇好的鏡片 原來是這樣 那我想說呢 從小去已經有這個 近視的困擾 那你有閃光嗎 有啊 你有閃光嗎 我有我有 那你小時候的時候 對於這個閃光部分呢 這樣子的問題 你有去積極解決它嗎 其實小時候是不懂的 而且小時候因為 所以剛開始已經是先從 戴隱形眼鏡開始 然後 以前沒有流行日泡這個東西 最早以前我們是 戴兩年的隱形眼鏡 然後泡藥水 喔 對對對我是經歷過那個時代 真的 你意思說就知道我們年紀差不多了 對 是差不多的 雖然我看 看起來好像 跟你應該是不同梯子 但應該是差不多 啊 這樣子 這樣子讓我再怎麼接太高 你有點成熟啊 我還不夠 我現在有點像小男孩 還好今天穿裙子 對就 呃以前啊 因為我是一個 坐公車通勤的人 是 我真的常常招錯公車 喔 因為閃光就是很容易 就是視野會模糊 你以為你看得很清晰 對 但它會 它真的就是 暈開來的感覺 然後我就招錯車 然後整個非常的慌 然後尤其小學生 你的口袋裡面 只有多少錢 有時候只剩車錢了 對 還要拜託那個司機 就說 叔叔我坐錯車了 然後你可不可以 我以前好像是 坐車好像是6塊 還是10塊 就說可不可以 這個年紀我沒有經歷到 你 沒有坐公車嗎 我說沒有經歷到 6塊10塊的那個 一定是你家境太好 不用坐公車 我以前 坐公車 欸真的欸 就是要拜託說 我真的口袋真的沒有半毛錢了 是 你可不可以讓我就是 不要付錢 然後因為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對 所以就發現閃光真的 你一個不小心真的很嚴重 尤其是開車的人 你們不要護視閃光 是 開車的話 尤其夜晚的時候 閃光其實是最加重的 對 所以我覺得 現在的以前眼睛真的很棒 以前以前眼睛是沒有閃光的 是 現在有這個功能我覺得很好 是 好啦其實我也 真受 搬錯公車困擾 對啊 我以前其實也看不太清楚 明明就像 274就 欸214 欸不好意思 其實摸頭髮 真的會看的 真的會看的